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HELLO!大家好,我是SARC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SARC的方舟人士部 這次呢,我們來繼續打 彩虹6號的活動關卡 那就是普通難度啊 前面的什麼OD-1啊,OD-2啊,OD-3 都其實算是蠻簡單的 但是算是幫大家熟悉一下關卡的機制 因為這次活動呢 那就像薩克說的,就是有非常多那種死掉之後會分裂出超多小隻的那種分裂怪 那真的是蠻棘手的 所以這次的活動呢,阻擋數高的幹員,然後可以打群攻能力的幹員都特別強 不論是散彈狙擊啊,比如說松果啊,宋葬人啊,或是奧斯塔啊,在這次活動都超級強 那群攻進位呢,比如說霓岩黃,反正就是可以一次打好幾隻的幹員,在這次活動都特別強 那薩克這個影片呢,是國際服的進度,雖然有很多台服還沒有登場的幹員,但其實這些都沒有關係 我個人覺得比較有影響的應該是松果吧,因為我覺得EX關卡的時候少了一隻松果 我覺得台服的玩家應該會打得比較辛苦一點點,如果你不練那個宋葬人的話 那當然啦,如果你今天是黃金大盾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場上的角色呢,有戳兒跟那個3喔,那這兩隻角色呢,其實不一定啦,不一定要有 就像薩克索爾,你只需要打群攻能力,可以輕範圍能力的其實都是可以的 所以索爾的話你可以換成推王,那3的話你可以換成就是任意的 比如說就是有群攻能力的幹員,比如說什麼沙沙啊,還有什麼 暴力小鱷魚,艾斯戴爾啊,反正就是可以打群攻能力的幹員就對了 那基本上就是這次的活動呢,敵人非常多,數量都很多,然後死掉之後就會爆出非常多小隻的蟲子喔 所以啦,這大家在挑幹員的時候盡量如果可以的話去挑組長數多一點的幹員會比較好一點點 還有呢,場地上的沙塵暴機制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幹員如果被沙塵暴吹到的話嘛對不對 那就是攻擊力會下降,而且呢如果死掉陣亡撤退的話你的復活時間會加倍喔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大家盡量啦,不要在沙塵暴的環境下跟別人作戰 而關卡後面也會出現那種敵人,就是專門攻擊處在沙塵暴狀態下的友軍喔 對,那個非常的痛,攻擊力非常的痛,所以建議大家就是稍微要看一下關卡的機制 關卡的展示大概就是這樣子喔,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小蟲子 雖然說那個小蜘蛛不會自爆,但是它會爆出非常多隻小蟲喔 那我看到我現在場地上呢,我出動的是霓岩,然後之後還有G4個喔 那撮偶的話,因為撮偶的2號技能它是一次打全部的概念,而且衝得速度非常快 所以在這次的活動非常強啦,所以... 真的啦,台服這次早點出稍微有點可惜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啦,台服玩家也不會過得太痛苦啦 好啦,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掰掰 掰掰 掰掰 У if no